在1095天后,26岁的安琪认定,她和老公的生活已经过成了眼前的这杯白水。 看着每天只会打游戏的老公,安琪的气不打一处来。 而老公对此的应对是,你得多喝水啊。 其实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水,而是这根神奇的吸管。 排开水通过吸管后,有了甜蜜的火味,更富含维生素一合虚。 老公想要告诉安琪的是,生活虽然终将平淡如水,但我愿意做你永远的魔法棒。 重拾了往日甜蜜的安琪,决定跟老公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。 以往,每次出门之前的等待对老婆来说都是一场修行。 老婆,我带个鸡木好了,你化好妆叫我。 我在布甩。 老婆,我搭打游戏,我的叫我。 我在做剪制。 在看两本书。 我要做个美白,要体验一下,肤色。 老公,我好了。 而今天,老婆,我拼个鸡木,你好的叫我。 老公,我好了。 怎么那么快? 因为我用了新的魔法,雅兹五色面膜,红色紧致,绿色宝石,黄色洁净,白色提亮,紫色磨砂。 哪里要不就土哪里? 老婆大人法力无边啊。 好用又好玩,就在心安里。 作为一名男孩子,二十五岁的家衡每月也总有那么几天不开心。 虽然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,但每每被好物种草,家衡总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剁手。 又到了每个月不开心的日子了,为了缓解焦虑,家衡开始刷朋友圈。 无语中点进了好友子萱发在朋友圈的一个直播间连接。 又被毫无安利的她,两天后就收到了够吃半年的炫浮棒。 一边吃着炫浮棒,一边想起了子萱,她想感谢感谢她。 哼,有多瘦,不过还是谢了,安利了这么棒的炫浮棒。 哎,应该是我,谢谢你,是你为我赚了钱。 帮你赚钱,我在优选直播间下的单啊,里面的主播也不是你啊。 只要你点击我转发的链接,进入直播间下单,我就有佣金赚啊。 主播、大咖,都是在为我带货。 哇哦,这真的是讨论啊,那么简单,我能试什么? 当然可以。 两个月后还是坐在熟悉的工位,还是加班到很晚。 不过这回,您有佣金到赚。 家衡每个月不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。 要多轻松,有多轻松,就在心安利。 已经逼近三十大关的可心,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吃货。 他可以把吃做的波澜壮阔。 没有喜欢的人,宁可一辈子跟自己的兴趣活在一起。 直到有一天,他遇到了另一群吃货。 在他眼里,动厨衣的男子都是神一样的存在。 哇,这功炒菜好快啊。 快,是时间对我们的残忍。 快,是让我们年华族带丢掉了初心这口锅。 为我们留住了营养,那才是食物的终极梦想啊。 一起试试吗? 好啊。 可惜没想到,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实真的会发光。 这锅哪买的? 你呀,扫这个就可以了。 吃用手机。 对。 不过更让他动心的是,原来生意还可以这样做。 可心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。 三个月后,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对吃货CP。 一个幸福的家庭。 兴趣真能当饭吃,就在心安利。 中年大树立国,一名典型的居家型男。 最近以前看着直播带货越来越过。 立国也学着人家做起了主播。 Oh my God,买它买它买它。 姐妹们,姐呀,好,快快入手。 哎呀妈呀,老天。 人家的喜欢呀。 看着脑盒子,整两瓶啊。 我今天来这个直播间,根本就不赚钱。 我主要是为交了朋友。 没想到他还真的不赚钱。 直到有一天。 直到有一天。 你是谁呀? 我是来帮你走上直播之路的。 直播?直播我以前看过,但是观众只有各位。 现在,你有了。 二十一天三个阶段全套课程培训。 是,而且是免费的。 免费? 那你教教我呗。 我看你,应该对做家务可以有心的。 对呀,我只有一做家务就停不下来。 做直播也是一样的。 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,别人才会对你感兴趣。 哦。 做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吗? 当然了,而且后续我们还会安排专家团队为你量身打造直播方案。 哇,太好了,那咱们又开始了。 等你扫完你,就开始了。 干嘛,干嘛,干嘛。 一个月后,收到点播的立国做起了家务直播。 哥们儿教各位安粉们一招,如何顺着真皮纹路,把家里难清洗的皮沙发清理得干干净净。 从那之后,立国的直播带货终于走上了正轨。 给你想要的成长,就在新安利。 这样的产品,我喜欢。 这样的赚钱,很享受。 这样的创业,有乐趣。 这样的成长,对于网络。 这样的案例,你喜欢吗? 喜欢,就一起安利。 这样的词文,的可以。 这样的财神,就在这边,加入了我的姨证。 太多了。